看完近年的全明星赛以后 我愈发有一个感想 这个每年一度的例行活动 四十活取消了 他的存在不具备任何意义 既没有任何观赏性 也浪费了球员的休息时间 我建议以后全明星照屏 但是屏完以后 不是圈到一个场馆里耍猴 而是集中去参加社会活动 有钱捐钱没钱出力 哪怕可大街上扶老奶奶过马路 都比打这种烂比赛强 纯粹浪费感情 你说全明星囚的那点捐款 都不如平时凯利欧文 或者勒布朗詹姆斯随手的捐赠 如果以后全明星周 小娃滴溜着头脑门 带领一众NBA大汉走上街头 专注好人好事 必定能给NBA带来良好的社会信誉 从而吸引更多的人 去观看NBA这项赛事 退一步讲 如果当真不想好好打比赛 那就干脆直接取消全明星 这样可以多出来一星期时间 将NBA的赛程安排得更为合理 减少被靠背的比赛 从而有益于球员的身体健康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 现在的NBA全明星周 包括正赛以及各项闸牌项目 在内都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的存在 只会不断败坏NBA的招牌 让大家对这个赛事的竞争性 以及体育精神产生质疑 什么狗屁全明星 幼儿园小队打得都比这精彩 如果肖华一定要保留全明星正赛 那么以后要给东西部双方 增加点刺激性的赌局 我知道NBA球星都不缺钱 奖金对他们的刺激程度不够高 可如果输球的一方 不只是输掉了比赛 还要给赢球的一方 每人一千万美金 没错 这个钱就从入选全明星的球员合同里出 有了这个畏惧损失的心理 你将再也看不到约记棋散步 东记棋后场远射 利拉德空位投篮 斯蒂芬莫名失误 以及唐先生猛扣空篮 恐怕全明星正赛 会变成每年最为激烈的赛事 没有之一 胜者每人赢一千万 败者每人输一千万 这里外里可是两千万的差距 即便是NBA的全明星球员 也会打满肾上险速 整场全力以赴